哈喽,今天讲一下华为Mate 50的一个缺陷和优点 手机屏幕真的很宽当,手操作起来不方便 而且屏幕它会卡顿响应也慢 网速极差,完全和它的定价不相称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我们日常很多场景 我觉得使用感确实很减分 玩游戏也会掉针 我不敢相信它是招聋的一个处理器 我觉得表现好一点的是它的续航吧 远远超过其他手机 66瓦的一个充电器 半个小时可以充满50以上 4000多毫安 我刷了一下APP半个小时 它是掉了三个电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真的很不爱充电 而且它的今年的药金黑 如果喜欢这一款手机的 你们可以去种草一下它的黑色 今年黑色的摄像头是融为一体的 看起来是整体觉得比较体面的 这一代比往年的玻璃材质好了很多 它不会藏流指纹 个人用起来的一个相机是符合我日常的一个需求 拍照防抖功能也很好 纸面瓶真的好好看啊 我操作起来觉得挺方便的 我觉得曲面瓶它就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我用苹果习惯了嘛 我喜欢纸面瓶的 我想说的是它 今年的发布会好像没有提及到性能有提高多强 你们有没有用过同性信号导 交给你们去尝试了 拜拜 觉得这一期的性能就是无物吧